從警前就開始投稿 他是45歲的黃伯明 過了24年 這件習慣從沒變過 大學就讀法律系的他 開始投稿兒童憨惡到國語日報 還獲學法律教育專欄的作家 但擅長寫作的他 最初志願不是當警察 而是律師 卻遭到家人反對 儘管經歷過天天被主編追殺的日子 還是不願放棄熱愛的寫作 黃伯明在民國97年從警 曾任職派出所偵察隊刑警大隊 像這樣一篇文稿 從整個故事的劇情 到探討的問題 以及下方的解答 都要靠黃伯明自己一個人發想 寫上這篇文稿 大約要花到一小時的時間 而他也坦言在從警之後 寫稿的時間 更被壓縮 握警械的時候 同時也為兒童執筆 編翻案還得抽出時間寫作 焦頭爛額的日子 他人樂此不疲 當警察以後 因為你碰到的事情很多 當然你也會看到很多 像新少年的案件 那你會想 那我為什麼把它變成故事 提早讓他們知道這些事 比如說你打工 可能會有陷阱的 比如說人家可能利用一些借口 叫你去當人頭帳戶 或是叫你運送毒品 小朋友他對這個社會還很懵懂 那也許我們可以透過故事 讓他知道有這樣的狀況 利用鞋座讓孩童提早認識警察的工作 同時也灌輸人生哲學 法條的應用或是法條的內容 反而不是重點 而是法律它背後真的能夠隱含的 它所想要傳達的意義 那我希望能夠把這樣子的法律的理念概念 透過故事把它當成一個種子 種在小朋友的心裡 憧憬同時 邪共作家全地心中理念 也實踐了最少年齡的犯罪預防宣導 TVBS新聞 歡迎我家賣新聞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